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称为四川历史上的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当时宋玉仁在英国进行考察 甲午战争爆发后 他心急如焚 急忙向清政府上书 说日本缺少财力的支持 如果能够长期困守 日本必将失败 可是清军还是被日军打败了 于是宋玉仁开始着想如何击破日本 他制定了一个齐齐日本的计划 先购买15艘军舰 然后招募2000士兵 并且挂上英国的国旗 搬坐商船从菲律宾去日本进行偷袭 偷袭成功 那么日本必将不战而败 计划制定好后 他开始联系其他人开展工作 并且向英国康迪科特银行贷款200万英镑 成功组建了一支军队 交给了北洋水师狼威里统帅 可是 当这支队伍出发之后 当时的公使龚兆苑却加以阻止 他威胁宋玉仁不要瞎折腾 让宋玉仁不要掺和清政府的事情 后来这个计划让慈禧得知了 慈禧非常恐慌 害怕日本因为这个事情而问罪清政府 于是立刻将宋玉仁的计划取消了 而这个挑唆之人龚兆苑也是出了名的兼程 他冰身也就做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阻止宋玉仁的偷袭日本计划 另一件事情就是绑架孙中山 后来军事专家详细地分析了一下宋玉仁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如果一旦实施 对于日本来讲基本上是飞蛾扑火 不过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日本进攻中国的速度 讲到这里可以说 清朝被推翻完全就是清政府自己的无能 并且还枉费了那些进步人士的心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